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叫Coclacia 那么Coclacia的讲述之前 我的课题叫做重量的转移 重量的转移 好 刚才大家都会做这个动作了 那么这个动作是在两个脚后跟都不起的情况下 我们去做的胯骨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把我的胯骨重量只放到一条腿 而另一个脚甭脚呢 这个动作起脚后跟了 它就叫Coclacia 它就叫Coclacia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设计到一个点了 叫做重量的转移 什么叫做重量的转移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拉丁舞跳舞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往前走往后走 除了漂亮的脚法和漂亮的身体形态之外 重量的转移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 那么我们左脚和右脚在转换 这就是把我的重量从后往前去进行推动 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李鹏老师可以来给大家简单的 展示一下轮巴舞的用途 轮巴舞的跳法 重量是不断的在去转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重量转移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和课题 如果攻破它你的轮巴会进步非常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李鹏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进行重量转移 首先呢我们先要把我们的重量放在一条水旋准备 就是右脚主力推 左脚点地向旁 胯骨向后拉提住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首先刚才大家都知道什么 沉降 对了 沉降 沉下来了 第二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旋转 旋转到后了 对不对 看从前方块旋转到后 是不是右边这个半圆已经做完了呢 好 听好了 现在有很多同学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已经是 嗯 过来了 所以感觉老师我跳舞为什么是飘的呢 那李鹏老师经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当我的右边的胯骨在沉降 旋转到右脚脚后跟的时候 那么我的左脚呢先落地 看到了没有 我的胯旋转到右脚的脚后跟的时候 我的脚要先落地 再看一遍这个过程 沉降旋转落地 落地过后 我的身体重量大部分现在还在右脚落地了 看 接下来 我做的 首先我是从我的右脚的踝关节开始 推动地板 但并不移动上身 我的身体还在右边压住 压住我的右脚 那我的力量越往下压 我的右脚就往上推 看到了呗 再看一次 沉降旋转 然后脚踝先推 但身体不能这样 一定不能这样 如果大家这个时候做不好的话呢 你可以让你的右手推着一个什么 推住一个东西 推住一个东西 沉降旋转 这是我的手在这边推住 那么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一举脚踝推 我这个手啊 就离开这个墙了 我要感觉我的踝关节在推的时候 我的这个手啊 还不离开这个墙 还不离开这个墙 重要还在右脚的踝关节支撑 好 再来一遍 沉降旋转到后 然后用踝关节推动 身体继续向下压 推推推推推 让踝关节开始从脚后跟 向前拧转 甭脚 转到我的大腿内侧 再到我的腹骨钩 再到我的后背 好 现在完全到它左脚 产生一个重量的转移 这个过程我们就把它叫做 重量转移 从右到左 那么再看一次 我做一次左边的示范 首先 左脚主力腿 右脚点地 现在沉降我的左边 跨骨 然后旋转 好 从我的踝关节开始推动地板 脚后跟向前拧转 你要感觉你的那个脚后跟 像那个螺旋的龙卷风一样 龙卷风是从底下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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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感觉你推动起来 你的脚后跟是往前拧转 拧转拧转 一直转到你的后背 然后沉降 旋转 推推推推 旋拧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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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完全到达一条腿 看到了没有 完全到达 然后沉降 旋转 踝关节推动地板推起来站过来 沉降旋转推动站过来 沉降旋转推动转过来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的重要就会有一个先是走脚再是身体而不是飘的 而且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非常非常的有力 这个时候你的底盘就扎实了 好 现在看好了 重点来了 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够举一反三的话 今天这节课的这个前后的转移 你可以用到轮巴 walk的前进和后退当中 首先我们的左脚擦体出去 重量在右脚 好 现在呢 重量转移是怎么转移的呢 大家看好了啊 右边的跨骨继续向后拧转成这样 然后前脚先落地 落地之后用我的后脚踝关节推动 推动 踝关节起 凝转推动到前脚 好 这个时候重量已经到前面了 好 现在我们做完后面再做什么呢 做前面 看前面 同样的摆档 摆档 看到了没有 后面摆档 摆档到哪里 摆档到前脚掌 看 然后 摆档 然后呢 旋转 大腿内侧加紧 摆档 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容易翻译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你的大腿内侧容易夹不紧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大腿内侧夹不紧的原因 并不是只有夹大腿内侧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跟我李鹏老师来做 你会感觉到不一样了 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前面的跨在放胯的时候 你后面的踝关节 做一个这样的工作 这叫什么 踝关节向下压 记住 这个动作跟放胎一起做 看到了 放胎的时候 后脚踝关节往下压 那么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内侧 是不是夹紧了 再看一次 放胎的时候 后面的踝关节向下压 大腿自然夹紧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到 感觉到不一 大腿内侧是不是夹紧的 这个方法 有找到感觉吗 找到感觉的话 抠一下一 好 然后我们继续 看 放完了之后 记住 不是先 躺过去 而是我的身体 继续在前面的脚往下放 先落后脚 推前脚 核心吸过来 然后放胎 落前脚 推后脚 放胎 怀关节向下压 落后脚 推前脚 核心放下放 转胯 落前脚 推后脚 放胎 压怀关节 落后脚 推前脚 核心收缩 放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也要记住 所有的转换的第一步 并不是走动心 而是先落 推 放胎 那个胯的放的方法 就跟我们第一个步骤讲的一样 然后 不是先走身体 是继续往下放 保留在一条腿上 落 推 放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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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 再把我们的胯骨的运动员里 沉降旋转摆档 加上 你的重量转移 就会好很多 上 開箱 誉 cells entities democrat 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